走出露台看到的不是美景 而是眼前这六根显眼的铁柱 原来这是高空洗窗作业用的 立地式机座 洗窗工垂雕在大楼外墙 拿刷具上上下下 身上靠的是好几条绳索固定安全 高先生当初花2400多万买下露台户 只是合约上根本没写 立地式机座要设在他家 我的合约上跟我所看到的图面上 都是没有洗妆机这个设备的 你今天装的这个洗妆机 它就不是我专用了 我不可能一直配合你时间 工人一直这样进进出出我家 很多东西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拿出合约记得指控 件伤变相式诈骗 当初明明说好露台属于约定专用 排除他人干涉之权利如今 从平面图上看 要洗大楼窗户 施工人员会先从屋主他家的客厅 经过餐厅 最后才能从厨房开后门 去到露台 努力的想要跟建设公司去做协商 但是对方一直置之不理 一路到11月 对方直接向明说要解除合约 我没有要跟你解约 你一直跟我谈要解约干什么 整个流程上也许 公司边做的还不够完美 还不够完善 那目前建设公司已经启动跟这位客户 已经很积极在作为一个事业商处理当中 公务局表示建商的竣工图 确实有规划并无违反规定 但按照法规 喜创立地基座并非一定要设置 这回建商是否知情 双方合约内容和成品不一样 开心买房还得对不公讨 三约夹命成统